前面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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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高生的一枚請你個心他說 有時陣子也會姓哪 火香燈滾奶菜青春一氣不葬 當世人佩優在你啊 百年 算好四 四 跟念恩賜 逛來逛去 沒一首三個月 如臨的美麗 真唱海味 本語聽笑 倫敦 會愈開愈高水 算好四 四 彈依孝季 想的兩面 講一句話愛你 搖送的時間漸漸過去 客套這麼小 你是在哪裡 心甘小願 替你海角到天邊 夜冬啊穿去 兩個人溫溫小 也發發咦咦咦 發發咦咦 算好四 四 跟念恩賜 逛來逛去 沒一首三個月 如臨的美麗 真唱海 望你聽笑 無關 會愈開愈高水 算好四 四 彈依孝季 想的兩面 講一句話愛你 你搖送的時間漸漸過去 你客人車載你 你是在哪裡 嘴啦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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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跟敏姿的問題 其實抓出來都差不多 那因為呢 敏姿這邊是因為他 沒有習慣攝影棚的音響 那你已經習慣了 所以你要唱出細節 你不能只是說這些跳過就好 但是我很欣賞你選這首歌的勇氣 因為這首歌要得分很難 因為它又很適合你很搞怪的個性 可是要得分的話 我會覺得很難得分 因為沒有特殊的高技巧 或是特殊的什麼的氣氛 包括整喉事也是一樣 因為它太平整 太平整了你很難有什麼 要高幅度的什麼 反觀我們的雅婷 他選了一個變曲 變奏曲 然後加上了他的原住民的曲風 他是完全將自己所有的好處都端上桌 就是很豐盛的 所以我就是要跟中英跟敏姿說 你們看你們反觀這樣子 人家是整天跑出來很豐盛的 你們就是沒有注意到 你想要挑戰的歌曲 你是否能夠拿捏到分寸 這個問題 因為每一次中台都是 你們要把它算作是最好一次 所以你們要跟中修說 我的展現最起碼我要留下很漂亮的一個畫面 讓我以後不遺憾 好不好 加油 謝謝我們請五號哲老師為我們講評 明知 其實你一上台的時候 覺得你是一個非常經驗豐富的 舞台經驗非常豐富的人 主持人 其實你在唱歌的時候也是四平八穩 一開口的時候 我覺得你進歌的部分都很漂亮 A段的部分都很漂亮 不過越聽越到後面 我會覺得你的對於拍子的感覺 就是你會一個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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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唱 就很工整 但是如果說是唱歌太工整的話 其實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某個部分工整 但是某些字它需要有一些連音的部分 還必須要有些情緒的部分 其實它需要去做一些律動 必須要有一些情緒上的東西 那我會覺得整首跟你唱起來真的太工整 所以在情緒上面就比較不到位 因為你從頭到尾都是一種表情 一種情緒 其實這樣聽起來感覺就比較平淡 我覺得如果說之後在唱歌的時候 可能要去注意一點這邊的小細節 包括拍子跟小小的音準的部分 這是我給你一些小的建議 接下來我們邀請的是阿德老師為我們做講評 明知 我跟你講你要記得今天來參加 每次來參加比賽都有一個架子可以收回去 當禮物收回去 你知道你今天在台上唱歌的畫面 我覺得等於是幫你這個工作做了一個超級免費的 頂級的廣告 謝謝 你把裡面的畫面剪20秒30秒就很有效果 注意版權的問題 謝謝 反正就是中間的一些建奏法 短板的 然後呢 第二個事情是 我覺得這個歌今天在這邊的地方唱 跟你平常唱歌最大的不同就是 因為你是有細節的人 很細膩的人 所以這個舞台其實更可以把你想要表現得很完整 但我今天看到你喔 就是有把累積多年的一些專業放在這一首歌上面 其實很多東西要應付耶 但是你都應付的 還可以滿優雅的把它連結起來 這個很厲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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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